詩篇1百10篇第三節 当你掌权的日子 这个文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今心牺牲自己 你的文多如清诚的甘老 没错昨晚我说到 其实现在你所听的会是一篇主日 无论珍惜或者不珍惜都好 这篇信息是神带领我们走走一个暂身的方向 它的暂身比雪的聚会更加暂身 它是将教会有历史来这些现场首映的舞台剧 变成现在首播的一种电影模式 这种模式是可以做到一个阶段 就是全世界千百个地方都一起 而有人去信主教会增长 并且就好像日华亲身去到那里 将最好的讯息最好的分析方法 去和他们去分享 根本在历史上可以说过去教会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科技去做到 也没有这样的技术去做到 更加没有这样的信息就适合去说这件事 也没有这样的心力或者人才去做到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教会其实值着这么多电影部的发展 音响 现时科技的发展 甚至现在我们讲2012这套信息 就开始了这个新的可能性 我想你知道这个新的可能性不是就这样出现 可以说是必须的 而并且将会变成七年大灾难当中 很多人能够信主得祝福的原因 为什么 原因我想给你知道 这个模式迟早都会用 甚至如果我们在未来日子 真的有人做瘟疫的话 这个模式是在教会里面 是成为很多人的救星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世卫他说任何地方有瘟疫的话 那里就不可以有超过一千人聚会了 明白吗 我告诉你 如果七年大灾难当中 有成千上万 断百万断千万的人的信主 但是如果七年大灾难当中 好像这四只马出现有瘟疫的话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有教会就可以一千人集会了 他们都要四散 他们要分开 但在哪里找到这么多优质的领袖去讲道呢 在一间十万人教会 他分开一千人一个聚会点的话 去哪里找到一百个领袖去讲道呢 他们怎样做呢 难道这些教会就烟烧云散 在来的日子 如果香港是戒严的话 全世界有瘟疫了 香港可能是戒严的话 香港按住世卫 他有权去洗脱香港的任何一间教会 只要超过一千人就要停止聚会 除非他们将它降低了 你明不明白 如果这种现象在现金莫克兰会出现 波兰会出现 第二天美国会出现 七年大灾难 我想你知道全球都会出现 但一般教会应不应付得到呢 一般教会能不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找到这么多领袖呢 如果他不用新和更好的方法 更有效的方法 去传福音 让人可以去聚会 敬拜神 认识神 信主 基督徒来到的时候 他会觉得得着造就 得着认识 得着慰仰 而爱邦人来到的时候 他满心震撼认识神 知道神的真实 因为图文并茂那种的紧臭 就好像他一向从小到大长大 所看的电影一样 用同样的方式去解说 同样的方式去传达 而使得你短时间可以认识神 回到家 他想找回以前的信息 就好像看一套一套电影一样 但当然里面那种震撼 那种超现实 那种对圣经那种的征战 是根本不是他本身 以前用十个小时 自己打开圣经 可以理解到的级数 你会看到 淋淋种种这些现象 都是因为什么呢 都是因为在近代里面 在科技上面 是有一种可能性 是可以出现 不过暂时没有教会做到 现在不是说教会不出视频 或者很多教会不出 但我讲的是 每一个主日 直接用这种暂身的方式 好像电影一样 里面有电影 让一些外邦人能够沟通到 能够认识到 但是那篇的讯息 却用这种的手法去表达 记住不是重播 是首映 全世界是首映 我想你知道 你亲眼见过去这几个礼拜 很多新人 他们回来 是更加容易 在更复杂的讯息当中的认识 甚至连我们教会当中 以前一些人 他们在讯息上 觉得有些东西是难明白的 大家都轻而易举 能够明白多很多 而其中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让我们对真理深刻很多 我想表达的震撼力 我想表达的说服力 我想带出来的明白 都能够用这个方法去带出来 是远远好过舞台剧的方式 只是用我面部表情 每一个主日 在过二十几年里面 我们每个主日 只能够有时间用十几张图 或者甚至只能够 每一个主日读十几节圣经 跟现在来说 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言 我们现在是超频时代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 我们带这些初信 他们只能够有一个短的时间 我们的信仰就要约尽 还要约尽得很厉害 而当我们去愿意牺牲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会愿意用一些更难的方法 去完成一些更专业 和更有效的一段技术 现在第五姊妹 你亲眼在主日 见证这种模式 是诞生在路 诗篇110篇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盼心牺牲自己 你民多于清晨的甘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深刻想传扬主救人 我愿法国诚实我人 愿见证充满斗志 人大意尽在我心 深刻想传扬主救人 要让世间悔罪大苦悔 立葬节日诚宣扬 期待见证我主真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